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受益良多 对我来讲 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国际法 然后学习到中立国的概念 今天你们的发言 你们的评论 还有你们的问题 给我非常非常深的感受 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期待 各位专家学者 就是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台湾也许能够对世界 做出很自己独特的贡献 而且我想对副总统 就是吕秀莲女士 再加上张旭成先生 再加上就是 Joanne Joanne 邱赵林教授 所以几位我认识的 再加上我的朋友 Evans 对他们都表示非常深的敬意 我在国外常常关注台湾的问题 所以我对台湾的命运 也是深深的有很多的感受 我真的期待台湾在和平 这方面的能为世界 做出很多的贡献 谢谢各位 非常高兴能够认识你们 魏教授是美国Fulbright Scholar 他现在在台湾专门在写民进党执政 所以那天给我做了专访 那么我想我们透过魏教授 应该会感觉到德不孤必有灵 因为我在提倡和平中立这些运动 在国外很多中国的学者 理性的学者 他们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而且有些人还觉得情况不要放弃 他说让台湾有他的标杆的话 对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所以我想我们也借这个运动 来改变我们对中国的一些 情感的思维 可以来重新思考 好 底下我们再谢谢 看哪一位在发表意见 我们刚刚的与会的学者 可能发表了你的paper以外 还有其他要补充也可以 我可能是认为 那个你副总统不是那个 副总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一般老百姓 可能没办法觉察 如果有你在专注的时候 能够 哦 副总统确实 这不简单的人物 那我要反过来讲说 为什么民进党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说 就是老百姓真的很重要 你讲一句话说 那个公投要经过美国的同意 真的吗 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不是啊 美国说这是要民主 那何谓民主 这广大的民意啊 我们现在是为什么太阳花是说 我们是决定的 我们不是两岸的问题 那我们两岸我们把人都跑到 这行李都跑到中国去了 那不是被中国人绑住了吗 我们是变中国的一部分了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想同 我才有办法 就是我们主要是内政的问题 内政问题就是我们 什么民主 什么叫民主 民主就是投票 看投票越多的人 越能够执政 那国民党就绑了台湾的那个里长或什么 绑住了才好今天 所以说民进党最大的问题是说 他说我民进党不能执政 是因为老百姓 你没眼光 没要送 就把这个责任都推给老百姓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获得多数的选票 是应该什么 教育的问题 我们台湾最严重是教育的问题 时间讲太多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发言 我们如果简单再发意 那我也期待哪一位准备发言 我的空档 今天十位学者 跟我们介绍十个国家 其实我们扣除 每日两国 他只是暂时的中立 八个国家确实 做到中立 那我觉得我对土库曼的这个独立 很意外的发现 是非常赶佩的 他从苏联出来 得到全民的支持 然后刚才有一个英明的总统听起来 他有这个理念 他不断的宣传 而且他善于做国际外交 我想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跟鼓励 我们明年马上要选新的总统 很遗憾的 我们前面两位总统 一位包括现在还没下台 人民实在是对总统这两个字 越来越丧失尊敬 我觉得这是民主的悲哀 我们对下一任的总统 是哪一党哪一个人 其实现在都未定之天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比较严格的期待 请你不要告诉我你想做总统 请你先告诉我们 你怎么能够做好总统 我想时间越来越迫切了 可是我们似乎看到还是一团乱 明年当总统的人 我想他的肩膀负担是很重 财政完全破产 国防也被掏空了 极有可能明年外交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各位知道三个月前 拉共论坛在北京召开 33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都请到北京去开会 其中有九个是我们的邦交国 巴达玛的外交部长代表我们的邦交国发言 他说我代表我们的总统表示 请习近平总统明年邀请我们各国总统来 真的 马总统好像反正他要下台了 可是想做下一任总统的 听到这句话 你那不应该赶快未雨绸缪吗 谁赢得总统大选 如果北京一声令下 这就牵涉到承认的问题 我们今天还很高兴地听到学者当中 有好几位强调 我们要宣布中立 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承认不是必要条件 是充分条件 所以我们必须是为所当为 外交也是内政的委员 如果人们不起来 如果拥有权力的人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准备 包括有智慧 有勇气 有担当 替人民开一条路的话 懵懵懂懂四年就过掉了 那么这四年 我相信会有非常多的冲击都进来 我一开始早上有提醒 习近平看待台湾问题 跟胡锦涛就是不一样 邓小平胡锦涛都说 这个是结束国共两党的历史公演 也是ending 习近平上台就说 我要成就中国的梦 就是大中国 解决台湾问题是成就中国梦的起始第一步 他是放在第一优先 所以他把今年开始三年 真的是劣弱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年 有多少人像我这样敢大声疾呼 不要错失任何一个一天的时间 2015年开始我们转眼现在几月了 马上要进入四月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还在猜拳 还在那里想谁选总统 国民党真的是没有希望 不过我们要呼吁民进党 你的对手也不要花时间在骂马云九 不要花时间在朱立伦 我们要想民进党怎么样来针对习近平 来能够跟他做一个很好 我们不要跟他吵架 我们不要跟他战争 我们要让他尊重我们 我们要代表两千三百万人 表现我们的尊严 我们的立场 让他不喜欢也得尊重我们 如果凡事都说 哎呀北京如果不同意 不要做那你就去投降好了 台湾就是因为拒绝投降 拒绝害怕中国 我们才有今天面 我一开始讲 我们台湾在200个 全世界200个国家 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评论 我讲过 我们其实是中上国家 再不要说我们是小国 对不对 我们土地面积人口经济实力 我们的文化水平 包括两线 我们的女性地位 在亚洲是第一名的 在全世界是前十名的 所以有太多的指标 让我们不要妄置飞薄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家领导人 让我们看到自己 正确的自己 不是互相否定的自己 我们也要让2300万人 看到对岸 我们不要超美人的工 可是我们也要告诉他 互相那些是不用拒绝的 所以我想真的是 时机非常的紧迫 当有些人 全力投入选举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更多的人 不要把选举当作唯一解救台湾的一件事情 赶快把更多的心力智力财力 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来我们是不是 环球科技大学 这个陈教授 副总统 还有我的政府委员 张大使 我的也是以前的老长官 各位先进 大家好 我是环球科大公共事物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陈亮志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里参加今天这场研讨会 其实是德信宇昨天 有机会跟魏教授一起访问副总统 所以才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个人感受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的研讨会就像 我很喜欢阅读书的那个结构 就是我们先有一个introduction 然后chapter one chapter two 下来有各章的一个case study 然后最后有一个conclusion 我觉得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theme 把它给串起来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conference 就是这样子的一本书 所以我觉得很棒 那呼应委员张大使 30多年前所提出的问题 到今天我们依然还在讨论它 那显见这个issue或是这个topic是classic 是一个经典的议题 是值得像贝多芬的音乐一听再听的 那我刚刚听了今天的讨论之后 我大概有两个小小的feedback 第一个是可能是回应刚刚纪教授的 有关于美国的中立政策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我们好像在讨论美国的部分来讲 那当然就是美国对两国际两兆双方的controversy 或是distribute的时候 它可能要采取中立 可是我觉得 或许拉到台湾 我们自己关心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当我们会关心台湾跟中国之间 美国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但是我有想到就是说 那如果台湾内部本身 好比说KMT跟DPP之间的conference 或distribute的时候 美国又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美国也是采取neutral的立场 还是美国会in favor of KMT 或是in favor of DPP 或是另外the third party呢 这个我是觉得在美国的部分来讲的话 或许因为我们觉得美国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论中立国的这个部分 尤其是US chapter这个chapter的时候 我觉得或许也可以抛出这个research agenda 那我觉得很可惜 应该委员张大使也提到 我们今天少了一个chapter 那这chapter是很重要的一个chapter 就是China chapter 我觉得有点可惜 倒是没有把中国的因素放进来考虑 那刚刚魏教授也客气了 他没有表示一些 我们对今天这个主题的一个讨论 那我稍微抛出 我们昨天也就先讨论了一下 那北京会怎么看 可能对中立或是和平中立 北京没有太大的意见 但是北京看到国 他马上就跳脚了 马上就反对了 所以无关乎台湾中立不中立 和平中立永久中立 武装中立非武装中立等等 当他看到中立国的时候 他就不允许台湾中立不中立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个很先入为主 很direct的一个印象进来的话 我看北京可能会看待我们今天的 Theme的一个态度可能会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昨天跟Nancy在 conversation的时候 我们大概稍稍有聊到这么的一点 我把它给抛出来 那以后如果有China chapter的话 或许这一点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chapter里面呈现 那我是简单的一个基点回应给大会 谢谢陈教授 不过简单回应 我们今天是认识中立国 中国好像不是中立国 不过刚刚有一位教授提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我的范教授 我们可以开始来用大家的创意智慧来想 怎么样来 一方面我讲要从九二共识的魔咒破解出来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因应一个中国政策 今天提到一个新的一中政策 就是一个中立的政策 这是一个讲法 我也曾经试图讲说 我们承认一个中国 因为世界上的确只有一个中国 就像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美国跟日本一样 也请他承认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台湾 我们是不是用这样一个choo再回应下去 所谓一个中国没错 一个中国没道理说台湾是你的 对世界上也只有一个日本 日本都没有说世界上只有日本 台湾是日本 日本坦白讲还统治过台湾 中国人民共和国一分一秒都没统治过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多一点创意 大家想针对北京所有的议题 我们非常理性的 但是也非常合理的 抛出我们的去过去 这是一个例子 那今天因为它不是这个议题 但是我借这个机会再预告 4月18号19号 也就是马关条约是4月17号签订 今年120年 因为不是周末 所以我们18、19号两天 我们办民间国安会议 那个时候中国的因素可以从早到晚都参与了 所以18、19号我希望会更多人来参与 我们会用两天的时间来讨论国家的安全 事实上就是要讲台湾有多危险 翻谈国安就是国为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请前总统府 陈继胜执政 谢谢你参加 给我们一点指导 来我们请陈继胜执政 给我们一点指导 谢谢 我今天是从早上到现在 我都在宁京 收益良多 那么实际上东方的瑞士 刚才说张教授30年前 我大概20岁的时候都有这个梦想 但是很可惜 那今天我看到这个副总统 往这个方向在极力推动 我真的非常高兴 那么这个会 还有很多的这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希望副总统能够做继续 那么尤其是能够更集中专家学者 就专家的更深的议题 那么做比较深入的探讨的话 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同时呢也是针对台湾 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这个 所谓策略性的研究 这个可能也需要 尤其是我们不是只是在做梦 我们只是要实践这个梦 这个活动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是这样期待 那我会尽量来参加聆听 那么学习 谢谢 谢谢 陈志正的鼓励 中研研究院的杨重信教授 经理 一早就来了 从这个地球的永续发展方面 他有很好的看法 他认为因为全世界的国家 都要宣布和平中立 今天真的受益良多 那我一直有个感觉 就是说我们人类非常的疑伸 非常疑伸 人类如果可以和平共存 那我们无数的住院就可以留下来 可以省下来 做人类福祉的提升来做贡献 但是很可惜了 为什么我们共存在一个地球 我们也都是同样仰赖那颗太阳 我们所有的能源 包括其他的植物生物 都是靠着那颗太阳 那等于说我们是共生共存 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欲望无求 那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欲望 统治的欲望 这个掩盖了我们更善良的那一面 那所以打虫有人类 我们就在地球上画地为王 我这边割一块 那边割一块 那边画一条线 这个一直困扰了 因为你画了一条线以后 你就要花费无数的资源 在保护那条线而已 就是保护那条线 那甚至有人类 有更强烈的野心 想要把那条线扩充出去 那就人类就要耗费无数的资源 就在那边发展那种毁灭性的武器 干嘛 就保护那条线 那条线保不住了 或是想跨越那条线 就要大量的去毁灭人类 那实在这个没有答案 我自己没有答案 就说 有没有办法大家能够回头 重新来省思 说我们人类应该要共同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人类应该怎么样来学习 应该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样来共存 回到最基本的这个基本面 但是我想这个也是真的没有答案 那我是仕途的一直在在看这方面的文献 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地球灾变的观点 气候变迁极端的天气 那这个确实是除了战争以外 是会威胁到全球的人类一个共同的议题 那大家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这个共同的议题来维护我们人类的安全 那当然化了大家对这个国土啊 疆域啊 主权啊 这个方面的这个争主 那有没有可能 那现在联合国在这个永续发展方面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有很多的高峰会 那我们中研理院长也上次也到那个Ria去做演讲 那所以呢 从地球这个灾变 然后共同来维护地球的安全的观点 这个是另外一个思维 另外一个思维也是 最终还是今天的主题和平 那如果能够朝这边讲 我想约西这个世界的纷纷沼沼沼 说不定可以稍微缓了一点 这是一个想法 谢谢 杨教授 事实上我们今天看了这八个国家 土库曼是比较新鲜 我们比较陌生 但是那七个国家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就是所谓普世价值都是水平很高的 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国家 不止台湾都走向和平中立的话 应该是人类之府了 所以这是有道德的有价值观 蓝先生 还有没有人要发言 因为时间也到了 还有两位 蓝先生简短一点 那彭律师跟郭医师有没有要发言 就是说跟少年节现在做个讨论 所以我现在讲到 当时心理前 现在串英文怎么没收这点 现在为了这九个共识 民主党人无法吵架 这九个共识是伪造的 怎么台湾人 他都在我们说一个空洞 台湾人民的代表台湾的意思 你拿出方法 他说今天是不是串英文秀才 你不是偷偷来向前纪副总统 叫你共同讨论 你这边要跟国民党来台湾 那面对中共 要拿什么出场 这个台湾和平和中立国 是不是组织在台湾的这个潮流 台湾的接受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每人都没得接受 我们刚才说 建议当方许是什么 就是要重立台湾国 美国说你不能跟他说 很重要 不要让你投入 我日本跟美国的指导 那是有一种的重立 我说一点 我分析中国才能想 毛泽东和台湾前 我说要跟台湾 我们在河南河时 1976年研究中国的问题 他说我还有一台 台湾名是说我台湾是没头 说到江泽民叫什么 气势非常 诶 贾银楼呢 就是我一个贾银楼的名字 江泽民台湾做什么好事 他就浮认他 要叫他白面四身 现在 石一银楼你免得打得打 他这个人吃饭给他 我问一个问题 石一银楼你能够做了不起的事 不要够了 你能够在一身中为 中国大陆 中国这个国家 做出一个国家 有国家的大事 他要说 石一银楼要做他的大中国问 所以台湾现在台湾的英雄 才配合他怎么可能 所以说大家放心 我们台湾 班师都不贏了 谢谢 老板 阿伯阿伯先生 好来请 李副总统好 我个人是认为是 台湾的前途 可能跟中国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 以前 当中国他 台湾是属于日本的时候 包括孙文 包括毛泽东 包括国民党 他们也都认为 你台湾能够独立 在那时候 他要不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台湾独立 就是说中国真的弱的时候 他会要求台湾独立 希望台湾能够独立 他要求台湾是 他一部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才转换成他的立场 他想要台湾的 变成是台湾他的一部分 他认为他要变强的时候 他就会主张这样子 所以台湾 我就认为如果说 认识 那个 台湾要变成中立国的话 第一个 中国要变弱 中国强的话 他四周的邻居 就都倒霉了 他因为他有一个扩张性 他有一个大一统的那种思想 从 几千年前就有那一种思想 如果他更强的话 他也会甚至主张说越南也是他的 韩国也是他的 那他到他的这样的思想 他的周边的国家就都会倒霉 所以如果说中国越弱 他的周边的国家 就会过得越幸福的日子 那中国越强的话 周边的国家就会过得越辛苦的日子 就会想说被他侵略 他有侵略别人的那个性的性格 那我想说怎么样 使第一个中国等到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然再来就像说以前的和亲的政策 看有谁说嫁给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 习近平跟他讲一讲讲一讲 他高兴了之后 会不会改变他的观念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啦 好 那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 中国的强大我们也是给予祝福 只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做更多的善事 为世界和平还有人类的福祉 我们不能说叫他比较弱好不好 好那时间的关系 有没有哪一位还要发言 好OK好 李副总统好 还有各位教授还有老师好 我今天我是nobody 我是一般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没想到今天委会的都是一些教授级 都是专家 所以我现在讲话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讲错话的地方 甚至就是说 把你的感想讲出来 其实李副总统是 应该是就是2000年那时候选总统 但是他是我的目标 我很佩服 就是我会投给民进党 我是因为听到李副总统的一些言论 我是把他当成 因为他就是陈雪扁当总统 副总统这样子搭配 我觉得我很满意 所以我就一直帮忙 那都有成功 但是现在的情形 今天我们讨论 我们先转到今天讨论 因为我有跟陈老师请教过很多问题 所以我那个部分我就先导论 今天的问题 我有一点点感想 就是说刚才 其实现在老百姓最担心的是内部问题 那我如果讲错话李副总统不要介意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现在老百姓 会一直强着去选选举 不管各阶层的选举 那就是因为对岸的一种侵略 应该有听过有一些大 就是很多人他们都会想要去当民意代表 或选什么 所以这些位置 应该还是要留给台湾人才对 对不对 我们说要积极一点 为什么会积极是这个原因 那一点就是说 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听那位那个 应该是教授 他好像有点悲观 其实我觉得说应该还可以努力 不是那么悲观 因为我相信老天爷会保佑台湾的 因为台湾人真的很努力很善良 然后头脑也很好 但是苦难真的很多 所以一件一件 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今天 台湾的情形 就是说不管媒体或者是说 看到现在台边上很多 还有我们街头上看到 大家都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努力去注意 关心问题在哪里 那一步一步把它解决 台湾就是全世界一个典范一样 当然我们力量 我们是很弱小 力量 我觉得不小 应该是很大 所以会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 我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我的同学 我的就是我是民船 我是民船毕业的 那我的同学 他的儿子 他没有留过学 他没有留学 然后他 但是他以兴趣 他就努力 然后选择他自己 用自己的大想法 还有老师 当然有请教 有教授的教育啊 他拿到 就是去法国比赛六个月 拿到那个三个大奖 指挥 就是那个刘 吴耀宇 台湾之光 他并没有留学 他就这样子得到 法国的三个大奖回来 所以这个是对台湾一个很大 年轻人很大的鼓励 他只有二十三十岁而已 所以他今天 他将来就是台湾那个 国家交响乐的首席了 一定就是他 而且他现在就是已经 到各个国家去表演 对 所以说 我觉得 你看我们的 台湾这个地方 经过很多很多 说执名也好 就是来 来到 到这个土地上 他可能 就是 有缘分过来的 然后台湾人这样努力的 经营 就努力过来 当然牺牲了很多的人 那我觉得说 成果已经 慢慢出现了 所以不要悲观 所以我们一定会 会做得更好 一定会是 全世界 瞩目的一个 一个 不知道怎么讲 台湾之光 就是这样子 好 很好 谢谢 世界之光 好 谢谢你代表 女性发言 好 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想不要超过45分钟 最后一位发言 我就不再特别邀请 就像表达的请举手好不好 好 那来自台中 王琼之老师 也是台湾新辉的理事长 其实我 读的是历史 那我对现代的史也很好奇 想要知道 副总统在讲这个和平中立 乍丁起来 我就觉得说 和平中立真好啊 可是 我在觉得 我们在推动和平公投联署的时候 可是碰到年轻人 他好像 安逸的生活过惯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战争的那种苦难 那我是觉得说 副总统都有高瞻眼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包括他过去从事妇女运动的时候 也是受到打压辱骂 可是他一路走过来 还是他的理想实现的 我们是觉得 他就是我们的理性破方者 那这一次这个议题 我这一次看到副总统到日本去 当然他演讲 我觉得任何议题都会有反对的声音 有一少数人不了解 所以我后来有收到 张旭成教授写的一篇文章 跟日本有一位先生也回复了 我有看到了 那我有转过来 那今天的自由时报里面 也有一个大漫谈 也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那我是觉得我们这样的议题这么好 尤其这么多的专家学者 我们有幸七十七八十个朋友 可以来这里听到 可是普罗大众太多的社会大众 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实在是想建议主办单位副总统 是不是可以 真的是电视买下了一个专业专题的时段 请专家学者不断的去宣导 不断的告诉大家 因为太多人都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声音传达出去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们如何 就像副总统说的 东方瑞士美丽岛和平中立保台湾 所以我5月24号要在台中大会的时候 就以这个主题 要请副总统去来讲台湾的命运关键点 那我没有什么都做 我就是用餐券 然后大量的花餐券 邀请大家来听这样一场 那我是觉得说怎么样让 我们台湾每一个人听到这样的声音 就是我今天所要期盼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我们不晓得几位主持有没有人要讲话 好 我们施政方老师最劳苦功高安排今天 我会有几个看法 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赖教授对于芬兰 是有负面的芬兰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讲说 当时芬兰是一个国家 面对苏联的时候是没有人搭理它 有点像是当时的波斯尼亚坦白说 所以呢 那其实我们如果在看战后的芬兰一些做法 其实我们 我的感觉 我看了一些文献里面 其实它不是亲疏 它绝对不是亲疏 所以呢 他们美国人讲说我们跟你们芬兰人虽然不是盟邦 但是我们是好朋友 盟邦就是要签 签要签所谓的防徽调业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好 第二个就是说 然后呢 接着他有提到说中立会影响的人权 民主等等 我觉得那个因果关系 那个逻辑关系跳得太快了 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第二点呢 有关于中立到底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战略还是战术 其实我们今天来讲 是把它当作一个 确保我们台湾主权 这个独立的一个 所谓的工具也好 等等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战略 战略的调整 我话又说回来 即使是战术的也发得来 因为美国人是 不撩我们 坦白讲 如果大家今天晚上去看 斯兰奇好像讲了一些话 要逼我们表态 对九二共识 那坦白讲 其实是 我是美国回来 但是我也不是很高兴 OK 我永远是小孩子 我们过去民主化九六到现在 我们努力那么多的 你凭什么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自己乱七八糟 叫头乱的 凭什么 OK 第三个 就是说即使是战术的 我也觉得要逼他就是了 OK 那接着是说 有关于这个 我是对我们学者的 其实刚才这个 资政就是说 鼓励我们 那当然说 我必须要讲说 其实我们学者是做R&D R&D 但要量产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接着呢 可能要拜托副总统 就是说跟那些精英做沟通 我知道那些精英 有一大堆小家子气算 OK 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群众 我们群众 当然这些我们的 学术上的概念 要把它转换成一般的语言 我想那个副总统 绝对是 精英是够的啦 只会我在想说 那个可能 我们学者里面 可能要允许副总统 或者下一次也许要让我们 准备一下 我们必须要更深化 比如说我们大概有三个面 比如说内部的那个共识 是怎么样 就不可能一拿出来 对不对 他们是如何在辩论里面 有一些辩论等等 他们如何去化解去说服 包括当时艾尔兰 第一个的总统 第二个就是说 那邻邦 他们到底会不会接受 一定有什么盘算 那我们也是可以看看 OK 最后就是说 比如说联合国等等那些东西 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些条约 联合国那个东西 不是好像看出来是个outcome 那个process可能是更重要的 那那个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不然人家很多问题 我们都不会回答 坦白讲 学者总不是拿一个博士 那用很深的名词 让人家听不懂的很了不起的样子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 OK 最后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刚才这个资政说他20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 但是有梦不敢去追 我觉得是一个很丢脸的坦白讲 OK 是一个懦弱的表现 我们的祖先四百年来 台湾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大水灰水溝过来等等 包括外省的战航呢 都是不简单的 如果就是那样在那边等死 然后等个中国拜 中国也不一定要拜 其实中国强大我会觉得应该是不错 这个好邻居为什么不要呢 一个眼圈也不错啊 对不对 OK 我今天看到美国跟日本 对我们的遗址气死 我实在是很不爽嘛 我知道这样 但是只有李副总统敢出来 站出来领导我们 这是我愿意这个佩服的地方 我愿意去努力的 OK 我要很快的强调一下 今天我们谈的问题很多 同时我个人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相信这个感觉大家都可以共享 所以最后我是想 稍微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啊 稍微简单化一点 把它articulate 强调变成我要叫它叫三部曲 就是这个和平中路 中立新台湾 这个project啊 像副总统讲的这个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who knows 我们努力的话可能会成功 那么这个时间当然很难预料 但是这个三部曲我是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任何的运动啊 一定要有它的灵魂 有它的主轴 有它的理念 那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啊 其实就是很明显是我们的主轴跟理念 那么这个东西有了以后第二步 我是觉得怎么去推动 我想我们大家都谈的很多了 不过我简单的讲一个层面啊 一个运动的推动啊 一定要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有时候要slogan来变成slogan 好像这个老共的办法 或者国民党的办法 讲九二共识 然后这个一个中国的架构 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强调什么东西 那假如今天我们要强调 就是说这个新的一中政策 新的一中政策就是这个中立和平的这个政策 我们要怎么样子口语化 让大家能够了解 那么像这个副总统也强调过 怎么样子或者articulate成 他是九二共识 我们是九六共识 或者是二九共识 这个是你一直讲 现在很多人还是没有观念 你讲一百遍一千遍的话 我想就进入我们的这个脑筋里边 也就变成一个新的价值观 那么最后一点啊 大家也提到啊 就是国际环境 我们怎么去处理 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感觉 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态度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现在是想用一个办法切入 老师讲这个和平中立新台湾这个观念 是也帮这个 美国跟这个中国解套 解套帮他们的忙 这个为什么 你看新的国际情势 就是中国Rising China崛起 那美国也很头痛啊 那假如说 台湾还是夹在中间 现在瓦辛顿 常常就讲 台湾你不要变成troublemaker 但是我们不是troublemaker的话 我们这个和平中立是不是一个办法 那个对中国的解套啊 现在我是觉得大家把中国有时候也看得太简单化了 其实中国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一样 他已经今天是社会 国际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分子 是一个所谓stakeholder 那么他也不能很乱来 但是呢他老是讲习近平 我就要统一你 他教教呢 有时候在国际上也很难看 所以我是说我们帮他解套 这个也是一个策略的这个角度的切入了 那我是希望我想我们这个三部曲啊 今天有很好的开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刚刚这个有提到关于芬蘭的这个中立的问题 賴伊宗教授不赞成 因为他用的是西方的观点 西方国家对这个芬蘭在冷战的时期中立 亲疏的中立不爽 所以把他污名化说你那个中立啊 芬蘭ization 这个很坏的 其实芬蘭是为了他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样做 做得很成功 你想一想其他东欧的国家 波兰、东德、匈牙利 结果都做苏联的附庸国 结果芬蘭还是中立、独立 这一点就是成功 那么芬蘭能够这样做 一个很重要的点 值得我们台湾学习 就是芬蘭的人民 对他们国家的这种主权了什么 非常坚持 这个1939年 斯大林派兵进入芬蘭要抢他的土地 给芬蘭的人民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后来这个苏联对于这个芬蘭有某种程度尊敬 因为觉得说这些人是不容易这样的屈服的 所以我们台湾不能永远让美国、让中国来压迫我们 美国不爽 他要把台湾跟中国一样放在鸟笼里面 你不要飞出来 飞出来你去troublemaker 但是我们不愿意受美国、受中国这样的一种威胁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信息出去 年轻人 那么这个芬蘭教授在那边 台南 亮智 你在银林 那么这个魏明谷你在政大 你们都想办法 哦还有 徐康教授这个文化 你们想办法安排这个副总统 或是我们其中的任何人去演讲 将这个信息发出去 能够让这些年轻人得到一些感动也好 或说给他们一点启蒙 因为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对这些年轻人多启蒙 让他们了解说我们怎么做 时间的关系大家实在是用很多的心思很辛苦 我们今天其实有很艰辛的一面 因为学者要说服学者很不简单 我看到很多在第一时间接触的态度 跟现在有相当大的转变 施智峰教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今天也讲他的过程 所以我们是经过非常理性良心 还有道德勇气的整个自我的思辨而形成的 所以这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好的消息 那我事实上昨天我用半个钟头 就已经让台北市很多的寺庙都同意做我们公投联署站 所以这个语言本来就可以很多种 不要碰到学者的话 三下两下他们心就冻起来了 所以已经有好几个庙室 我们下礼拜会部署好了会宣布 就是有好几个庙很大的庙 他们一听说哇这个很好 二话不想说可以我可以参与将来我公布联署站 所以有好多事情要做 我事实上一个礼拜以后我要远征南美洲区 回来再跟大家见面 预留4月18、19号 希望大家能够请大家告诉一下 我们下一次是在台北市议会五楼的会议室 希望更多的人来参与一起思考台湾的前途 叫做民间国安会议 那你们会谈很多的两岸关系 再次谢谢所有的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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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הו 我们sev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